当然这两天大家都在欢迎一只一位女英雄 拿下台湾史上第一个温王冠军杯的谢淑薇 到底有没有可能因为高架而转机呢 从昨天下飞机到今天的拜会行程 谢淑薇都很坚定地告诉大家 台湾是她第一选择 穿着红色上衣 谢淑薇以下飞机看到爸爸笑得很开心 谢淑薇被现场无数捕话包围 赶紧跟爸爸来个大拥抱 谢淑薇现在人回来了 但大家十分关心的是 将来她是否可能转机大陆 现在要证实什么 我现在是中华民国的国籍 有什么需要再证实的吗 谢淑薇不把话讲死 抢的现在就是中华民国国籍 接着又考虑到两位 一样在网谈奋斗的弟弟妹妹 小朋友转机的话 对他们帮助来讲 大陆的环境当然是比较好 但是我们一定是希望留在台湾 不然我可能早就转走了嘛 承认大陆体育环境的确比较好 但也说如果要转机早就去了 不过未来是否还有变速 其实因为这几年来 都是一直靠谢淑薇她的奖金 去支撑弟弟妹妹的 庞大的出国的比赛费用 然后就是 就是因为 妹妹断的奖金有限 所以说其实可以给他们的帮助 也是有限这样子 培养职业续守经费难免是考量 那像台湾史上第一个大满贯的 网球女将谢淑薇 下部无论如何 都是大家关注焦点 TVP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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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